现在三级警戒还在持续 但是民众似乎是忍不住了 周末各地出现了出游的旅客 彰化这里还有人因此受困 另外在武岭都已经疯起来了 却还是有人要硬闯拍照 我们先来看彰化县长王惠美 罕见动怒要大家不要出门玩了 原来是因为彰化这里发生了两起出游 而且还出意外 一件事年轻人开车夜冲沙滩 结果车子抛锚在沙滩上 还有阿公带两个孙子去海边 没有注意到涨潮受困在潮间带 等待酒员 轿车卡在沙滩上 动弹不得吊车到场 将吊车整个吊起来 车子怎么会受困在沙滩上 原来是三个年轻人开车夜冲彰化的深岗沙滩 结果轮子陷入沙滩中 只能打电话求救 不只这一件隔了一天 同样是在深岗 又有阿公带着两名孙子 要来摸隔离 没注意到涨潮 结果三人连人带车受困 只能坐在车顶等人来救 连续发生两件沙滩受困 不但让消防队和海巡平云奔命 而且现在还在三级警戒 还有人出门趴趴走 让县长王惠美有点生气 王惠美也公布光是六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七号 警察就驱离了两百六十四名的群聚民众 并且查获了三件打麻将 或者是打扑克牌 总共动员了七千多名警力 他再次呼吁三级警戒还在持续 而且又有变种病毒入侵台湾 希望大家还是乖乖在家 不要出门 我是喜欢无链赵阴光 谢综艺章话报导